结婚15年没风流!谢祖武自爆怕老婆如今她透露惹恼老婆的蠢蛋行为!所有人笑疯! 结婚15年没风流!谢祖武自爆怕老婆如今她透露惹恼老婆的蠢蛋行为!所有人笑疯!48岁的动靈男神谢祖武演出《台湾灵异事件》《麻辣仙师》叫好叫做!在两岸三地走红!经典的角色仍被观众津津乐道过去时! 结婚15年没风流!谢祖武自爆怕老婆如今她透露惹恼老婆的蠢蛋行为!所有人笑疯! 48岁的动靈男神谢祖武演出《台湾灵异事件》《麻辣仙师》叫好叫做!在两岸三地走红!经典的角色仍被观众津津乐道! 过去10年谢祖武把演艺事业的重心转向中国大陆每隔三个月就会回台湾休息两个礼拜!最近几年她回台湾开节目!街拍《甘味人生》!人气依旧强强滚! 结婚15年的动靈男神谢祖武近日露面!有人问他你怕老婆还是老婆怕你!谢祖武毫不犹豫地说我怕老婆!还大胆透露曾经惹恼老婆的事迹! 6月的老公李易随即在旁表示!其实我们是尊重!哪有人怕老婆!只是我老婆不怕我而已! 机智反应令人捧腹大笑! 图美翻射自拍色book! 其实谢祖武当初和谈老婆江婷玲结婚时并未告诉大家好消息算是隐婚一族!去年她被张小燕追问为何对婚姻大事这么低调?她不改幽默本性之说很多时候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难比较好! 她老婆在婚前是传播公司的广告业务,二人是因为朋友介绍才认识,近而相恋!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她会认定老婆! 她说老婆很节俭,没有一件衣服超过一千元! 而且二人约会地点,竟然在夜市,她觉得老对活超特别,才情根深重! 也有时候会瞎传二人离婚,有一次杜诗梅遇到谢太太,没想到她一开场就说怎么样,我维持这么多年还是原配,不简单吧!笑翻杜诗梅 对于怕老婆的事情,谢足舞坦言说,我是真心怕,我不是尊重! 众人一听笑到肚子痛,她除了说自己很重视老婆,她还表示,她努力工作,常常称赞老婆,这些都是维持婚姻的秘诀! 至于大家都很好奇,为何谢足舞的夫妻生活这么美满! 土美翻射自终时电子报!谢足舞透露,最好不要评判老婆煮的菜! 因为她有一次惹老婆生气,就是批评她煮的菜,可是她很快自嘲,我觉得这是一种蠢蛋的行为,千万不要批评老婆做的菜! 让人压抑的是,以前拍戏之余常常约大家唱歌,时常在外因此很少回家的她! 现在竟然会跟就读国2的孩子一起看电影,讨论电动,她说要让孩子愿意分享事情,展现出居家新好男人的一面,引起网友疯狂称赞! 先前,谢足舞在三立本土剧《甘味人生》饰演神秘人物哭丧,她之前拍摄跳海戏的时候,从晚上6点多一路拍到凌晨2点,求好心切的她,还自爆为了这场跳海戏,她整整二天都睡不好,敬业精神让人相当敬佩! 图美翻摄自脸书,男生就是要怕老婆才更有魅力啊! 你们怎么看呢?留言给我们知道!图片来源翻摄自脸书 资料来源东森新闻云娱乐星光云自由电子报 哈维带去凌晨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